1999年,一篇《我看金庸》的文章被发表在《中国青年报》,文章里毫不掩饰地指出,金庸的武侠小说全是重复的套路,还虚构了一大批狭隘、粗野的中国人形象,很可能让世界都误会了如今的中国是什么样子。 此文一出,武侠迷金庸粉对文章作者群起而攻,金庸本人也发文回应称,是自己才情有限,没能让人满意。 这人骂完金庸,又继续发文章批评于秋雨、于华、甲平蛙,一点也不因为他们成名已久便不敢说。 更离谱的是,他直接写篇文章把自己也骂了,还写得比骂金庸那篇更狠,很多人因此对他的真性情印象深刻,他撕开了中国文人特爱装的面具。 在那个经济迅速发展但文化依然落后的年代,真实奔放的人显得很可贵,这个人就是王硕,在那个年代,他是标志性的人物。